呃民眾黨為了要這個這個圓謊 一連講了兩個鬼故事 講了兩個鬼故事 因為整個電話門的起源 是ETtoday的陶本和寫的一篇獨家 這邊獨家是這個民眾黨 去找民進黨談 說如果民進黨願意支持黃珊珊的話 那他們副院長可以給民進黨 換句話說民眾黨在幹嘛 在丟包韓國瑜 丟包國民黨的信任 丟包藍白河的承諾 沒錯嘛 因為這件事情一被爆料之後 因為太難堪了嘛 因為這件事等於說未來四年 原本大家打算是藍白會河 一路把這個民進黨壓著打嘛 可是問題是藍白河的第一仗 民眾黨就偷偷偷去那 把你找民進黨談說 你給我支持一下好不好 支持一下我就丟包韓國瑜 這太難看了嘛 那這太難看過程中呢 結果呢 為了要滅火 滅什麼火 滅藍軍支持者的火 滅韓粉的火 滅葉原子的火 滅國民黨的火 所以柯文哲叫大動干戈說 哪有 這不是我主動講的 這個案子是民進黨提案的 對 對不對 我先把整個故事一開始起來 講幾乎大家都懂幾乎他的情境 民眾黨或是柯文哲絕對不能主動承認我是偷偷偷 我是一時這個夜色茫茫 燈光美氣氛家被民進黨勾引了 贏勇了 但是我沒有答應 我沒有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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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對吧 還是要復約 我是民進黨的人搞什麼東西啊 這是說他為什麼要復約 所以這我等一下就要講 這我等一下就要講 他為什麼要復約 所以接著呢 這個是為了袁正宏 講的第一個鬼故事 是民進黨主動跟民眾黨談 說院長給你民眾黨 但請你副院長支持我蔡希昌 對不對 這第一個鬼故事 大家聽怎麼可能 民進黨要這個積勒幹什麼 我51票主動跟你談 然後主動跟你談還說 我只要積勒 說不通嘛 然後馬上拼拼拼拼被達人打一趴 對不對 崔有信馬上講出來說 對我之前有跟你柯文哲聊過 可是在你30號提出黃珊珊當院長人選之後 我都知道破局了 我不會再跟你談了嘛 對不對 我不可能跟你壞黃珊珊嘛 是你31號主動打過來的 對啦 批發打臉嘛對不對 這在禮拜五晚上進度 結果民眾黨想說 挖賽完了 這件事被抓包了 怎麼辦呢 所以民眾黨苦思又想 如何圓第一個謊 到底民進黨有什麼動機放棄 院長去保護院長呢 想了半天 禮拜六一早 終於想到 由黃國昌發文說 是林佳龍找廖子成去找他們談的 談的原因是有關於行政院院長之爭 林佳龍認為如果把油院長幹掉 尤其國院長立法院院長幹掉 那我林佳龍就有機會當行政院院長 這鬼故事勉強勉強 有一點點兜了通的原因就是因為江湖上本來就盛傳啦 院長不可能 立法院院長政國會 行政院院長也政國會 這勉強說得通啦 一樣這樣講說得通 可是為什麼我說這是第二個鬼故事 原因是因為你稍微了解民進黨內部派信就知道林佳龍不可能成就蔡其昌了 不可能的嘛 林佳龍怎麼會幹掉尤其昌成就蔡其昌 不可能嘛 這第一個不可能 第二個不可能 林佳龍不可能幹掉尤其昌成就林佳龍嘛 更不可能嘛 這兩個怎麼走都不可能嘛 黃國昌那篇文章 只能騙那些民眾黨的破殼小雞嘛 搞不清楚狀況 我再講一遍 林佳龍就算對行政院院長再肖像 也不可能透過幹掉尤其昌成就蔡其昌 來讓他去當行政院院長嘛 林佳龍缺錢嗎 對啊 還好吧 林佳龍缺舞台嗎 還好吧 林佳龍跟賴清德的關係怎麼樣 是賴清德除新潮流之外最大的盟友就林佳龍嘛 就算這團沒有行政院院長下團也會有嘛 為了不要成就蔡其昌 要去翻一下 林佳龍跟蔡其昌海中的恩怨 再來聊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兩個鬼故事嘛 對不對 這兩個鬼故事呢 對所有政治內行的人來說 你就是在騙人嘛 你都是要圓第一個謊 就是你民眾黨偷客兄嘛 講好跟國民黨好好的混的 講好藍白盒的 就是偷客兄去跟民進黨拋賣眼嘛 對 所以剛剛葉文哲還在講很憤怒嘛 對不對 所以才很憤怒到什麼 未來就好啦 我沒什麼好跟你合作啦 葉文哲剛剛說 未來就議題論議題啊 再來辯論啊 所以為什麼柯文哲要這麼的生氣 這麼大陣戰的滅火 原因就是他發現原本的盟友就這樣子偷客兄 可是偷客兄是柯文哲慣用的嘛 對 他跟侯友宜弄的時候 還不是跑去跟郭台銘 結果侯友宜直接把柯文哲簡訊念出來 然後柯文哲還生氣說 這是名嘴跟側翼才會幹的事 可是偷客兄是你柯文哲才會幹的事嘛 叫政治外遇嘛 叫政治出軌嘛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請問未來藍白要怎麼合作 很難了嘛 對不對 藍白沒辦法合作怎麼辦 跟民進黨合作比較實在啦 對不對 民進黨合作所以現在談什麼 談招偉嘛對不對 招偉就一席都不給柯文哲了嘛 對不對 什麼叫一席都不給柯文哲 原因很簡單 黃國昌週末的時候說 我不主動爭取招偉 是嗎 你是不主動爭取招偉 還是發現主動爭取也沒有用 當然就是發現主動爭取也沒有用嘛 才說我不主動爭取招偉嘛對不對 搞清楚是我不要 不是我要不到 對不對 到最後還在為最後一點臉皮 在那邊弄嘛對不對 所以立法院我覺得狀況是這樣子 我覺得民眾黨這是一群沒有信用的人 對不對 甚至裡面有一個玄機 大家有沒有發現 從頭到尾民眾黨沒有公佈副院長人選 對 可是下午投票之後忽然出現副院長張齊凱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民眾黨同時一定跟兩個黨講 同時跟國民黨講 你支持我黃珊珊 我下午副院長支持你 我們沒有沒有沒有 怎麼可能 你聽我講他也跟民進黨講 支持我黃珊珊我下午副院長支持你 所以上午的時候沒有公佈副院長人選 然後呢 上午確定院長沒戲之後 才急救張把張齊凱推出來嘛 他一定兩邊這樣講嘛 為什麼一開始正常來說 應該30號就一起把政府院長都講出來啊 所有都是這樣一起推出來的 為什麼民眾黨只推一個 對不對 他就表示他有丟耳出去嘛 丟耳出去看藍綠誰上勾嘛 誰上勾之後呢 假設有人上勾 我張齊凱就不出來 不出來我們就六 我們就八票全部去支持上勾的那個人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很奸詐的一個政黨嘛 可是我要講套韓國瑜的老話 票多的贏票少的輸 八票就是八票 不要假裝八十票